跟人处得很好 那个树上小松鼠 我们拿几对花生米 一有它就下来了 花生米摆在手掌上 它就到的手掌先来吃 鸟也是如此 不怕人的 我们台湾这些小动物 怕人的 这个紧急性很高 所以外国这个动物不怕人 所以说无微不失 这个无微不失现在比较起来 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 所以外国人健康长寿 不许吃牛奶吃的 不许吃牛奶吃的 是他羞无为师的 他们爱或懂 不脑害众子 这个前几天 有个澳洲的同学来告诉我 澳洲人民心地非常善良 玩一玩一个小动物在马路上 晃来晃去的 后面车队一大堆被他拦住 后面车队一大堆被他拦住 他们对动物就这样爱好 还不下来驱逐他走 在那等 等着让他自己走开 这个车才走 他们要盖房子 盖房子要砍树 有一棵树上有个鸟窝 结果那个砍树的工人就跟老板说 六个月以后再来砍这个树好不好 等这个鸟长大的时候 他们另外有地方做 我们再来砍这个树 为了一个鸟窝的时候 这个工程就可以再还六个月 所以那个地方人怎么不健康长寿呢 这一定有道理在吧